弟兄姊妹 愿你们喜乐 我是来自宜蘭市召会的吴清海弟兄 我要分享的是 生言使枯干的海骨成为极大的军队 以西节书37章10节说 于是我遵命生言 气息就进入海骨 海骨便活了 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这启示人生言 神就吹气 分次生命给人 四年前 我罹患末期干硬化 幸好姊妹捐干给我 可是先后动了两次大手术 却仍失败 连主治医师也都放弃了 在这绝望无助的时候 主就用这枯干海骨 护活的意向 安慰鼓励我 并使我活了下来 到了一年前 我报名参训时 一天需要睡十四个小时 每四个月又要动一次冲石头的手术 但中年班一天只能睡八个小时 然而由于教师们各个建议地将真理和生命的丰富 倾倒出来 我天天享受生命的分次 病情不但没有恶化 到现在已经十六个月了 仍然平安无事 我猛然发现 肝脏已经正常运转 结实动手术坐轮椅 都已经离我远去了 我这连医师也放弃 需要靠动手术维持性命的人 现在竟然健康完好 这连医师也放弃 毕业后我也要尊命生年 供应生命 牵照基督荣耀的身体